这个学生真厉害 他竟然批评老师 说他出错了题 对了 说个重要的是 伯乐的频道 今天开通了粉丝会员功能 有能力的铁粉顶一顶 进来的前100名都是元老欧 之后呢 会在视频里点名表扬 感谢对熊熊的支持 这个学生真厉害 他竟然批评老师 说他出错了题 课堂上男生正在走身 老师呢 一个粉笔头飞了过来 男生考虑了一下 同学们都笑了 这一下老师有话说了 这时男生生气了 反驳说 老师顿时脸色沉了下来 男生站起来走向黑板 他拿起了黑板擦 在题上擦擦改改 不到一分钟 不仅把题改好了 还把答案显了出来 做完以后 他自信地问老师 老师积极败坏地回答 男生不可思议地 看看自己做的题 哪里都没有做错啊 为什么老师做错 就不承认呢 男生心情低落 回到座位上 那帮平庸的同学 又开始找还男生 他们绝对想不到 男生是一个计算机的天才 他叫韦威 初衷是家境败落 父母把他选到一个 普通的学校 然而大家都不喜欢他 鼓励他 他一个朋友也没有 这一家都被年轻的 小刘老师看的眼里 韦威独自在天台上 小刘老师向他走路过来 掏出手帕 亲切地帮他踩到嘴角的牛奶 面对小刘老师突如其来的关心 韦威受宠若惊 一直被忽视的他 内心充满一股暖流 小刘老师注意到 韦威电脑上的游戏 随后就玩了起来 韦威顺利地猜中了 小刘老师选中的数字 财上初中的韦威就开始自学编程 小刘老师夸韦威就是个天才 韦威受到很大的鼓 封闭的新闻也被逐渐感化 韦威和小刘老师越走越近 小刘老师呢 大方地送给韦威一台新电脑 小刘老师这么有钱买 电脑都随意送 哪有那么简单 原来他看中韦威是个电脑天才 要他参加科技竞赛 第一名的奖励呢 是封后的奖学金 韦威一听 十分地愿意参加 比赛出结果那天 韦威去找小刘老师询问结果 小刘老师呢 告诉他没有收到结果 也许韦威发出信箱了 韦威说不可能 他再三却用过 而小刘老师呢 却一反常态 不愿意再理韦威 韦威去找校长理论 原来比赛结果早就出来了 而他的论文不被彩蛋 原因是 他抄袭了小刘老师的论文 韦威怎么解释 都没有人相信他 初生生怎么能写出硕士的论文呢 爷爷还愤怒地删了韦威一巴掌 校长向小刘老师确认 韦威有没有帮助写论文 小刘老师一口否认 说论文都是他自己写的 韦威气得大骂 对方只是个骗子 看着小刘老师用电脑 韦威气得想砸了 但转念一想 又冷静了下来 他打开电脑 收集到所有小刘老师的黑历史 打印成传单 撒在校园里 原来 小刘老师的硕士文凭 是买的假证 小刘老师被学校辞退 韦威再不相信任何人 于是就变成了现在孤独的性格 从那以后 他开始努力学习 让任何人都不敢质疑他 然而转眼到了现在 静落天才班的韦威 被校长大骂 他会报仇回去吗 没见过这么惨的班长 班长没当三天 就被撸了下来 还被校长骂是废物 小弟小木和眼镜妹 看到垃圾堆有个破电脑的键盘 他们一眼就看出 这键盘是韦威的 刚想到这儿 韦威抱着电脑主机走了过来 当着他们的面 把主机扔到了垃圾堆 然后就走掉了 眼镜妹呢 把双手放到电脑碎片上 他竟然看见一个神秘人 砸碎了学校仓库的门锁 从里面偷了一个东西出来 然后又闯入了教务处 偷走了最后的学生们资料 这个神秘人是谁呢 眼镜妹看不清他的脸 韦威去找班主任 提交了新电脑的配置表 让学校给他配一台顶配的电脑 竟然要花十万美元 班主任嫌太贵 但韦威表示 自己的超能力要突破下一个阶段了 必须用顶配的电脑 班主任勉强同意 阿庞在校长的命令下 当上了天才班的新班长 小明则认为 自己是阿庞最好的朋友 他把自己封成了副班长 班主任让阿庞负责 找出床务仓库的小偷 全班的同学 连同老师都怀疑是韦威做的 只是监控没有拍到小偷的脸 韦威再次被鼓励 同学还建立一个没有韦威的群 眼镜妹表示 贪婪接近韦威 看能不能套出什么 她来到天台 韦威问眼镜妹 最近总该找我 是为调查我是吧 眼镜妹连忙否认 韦威继续说 你们还建立一个没有我的群 别忘了我有超能力 你们的群早就被我入侵了 随后 韦威黑掉了眼镜妹的手机 把眼镜妹锁在了天台 阿庞他们 收到眼镜妹让大家在礼堂集合的消息 眼镜妹却没有出现 等大家反应过来 礼堂的大门突然被上锁 外面站着一个男生 拿着手机 显示困住天才班的同学 任务完成 音响里呢 放出了韦威的声音 原来 韦威设计了一款游戏 同学们完成任务 就可以在学校获得特权 在游戏的最后 她要曝光天才班的所有资料 做任务的同学 疯狂出入教导处 砸毁了这里的全部东西 教导主任出来阻止 没想到这个胖女 比她还凶 说完 胖女还采教导主任的照片 主任气坏了 直接给了她一个大傲的耳光 另一边 天才班的同学被困在礼堂 小摩一脚就提了 欧枪 随后走到礼堂的中央 转身 助跑 加速 用力 一脚直接把门踹开 小美捡起地上的手机 显示新任务事 揭露天才班的秘密 随后 手机开始倒计时 大家兵分极落 去寻找韦威 她们的动向 都被韦威了如指掌 阿旁看见头顶的监控 又看到门口闪烁的灯光 突然反应过来 赶紧提醒大家离开 她冲出门外 然而 只有阿旁一个人逃了出来 其他人又被锁住了 这时 一架飞机飞了过来 手机信号再次被黑 威威发出了最后的通点 你们这群笨蛋 根本找不到我 没想到这短短几秒通话 被小T追踪到了 她利用复制的能力 复制了威威的黑客超能力 发现威威正要去食堂 小茉莉食堂最近 可等她赶到 食堂里一个人都没有 信号再次被黑 这时威威出现了 小茉走向威威 准备直接肉搏 然而 威威这种高智商 怎么会和她打架呢 手机上出现了新任务 小茉直接崩溃 再一回头 五处是团成员出现在身后 原来 这是威威小茉试日的陷阱 被这么多人困住 功夫小茉能全身而退吗 然而 整个学校的同学 都在做威威的任务 学生们都疯狂了起来 看来威威的超能力 确实更上了一层楼 大家看 这群学生要造反 他们掀桌子 打老师 按住可怜的女生 把饭倒在头上 冲进教室放火 无恶不作 学校被弄得乌烟瘴气 广播里不放着 大早出的时间到了 原来 他们要清除天才般的学生 谁让他们总享有特权 小茉被武术社团的成员围住 然而他却毫发无损地回到教室 看到小茉和阿鹏在教室里 小茉在模仿黑客能力 破解威威的传输信号 这时 忽然 小茉拉住小蒂的手臂 一记手刀 劈中了小蒂的后脖镜 小蒂被劈晕在地 维维在看着监控 笑了起来 小蒂又慢慢走向阿鹏 忽然 身后的小蒂又站了起来 他的黑暗人格再次出现 一脚积在小蒂身上 小蒂模仿了小蒂打架的能力 两人全脚相架 竟然打了个55K 之后呢 小蒂勒住小蒂的脖子 在马上就要KO时 小蒂挣脱一个肘肌 再加上飞身侧帅 把小T打晕了过去 而小蒂为什么会帮韦韦呢 原来 韦韦威胁小蒂 就是小蒂的汉液 让整个手团中毒的事 小蒂不想让命运被揭发 他只能听韦韦的摆布 小蒂又要去抢电脑 阿鹏有点瞎尿 在这关键时刻 竟然停电了 原来是班主任拉了电闸 信号被中断 游戏就这样结束了吗 那就太小看韦韦了 他早就想好了万全之策 他在学校的仓库 偷渡出一台发电机 眼镜妹呢 找到一根绳子 从电台爬了下来 捡起了韦威撕掉的创客帖 发动超能力 找到韦翅控制室 此时 电力恢复了 到底是只剩下7分钟 天才般的绝密资料 就好包裹到整个学校 难道没有人阻止韦威吗 最后的3分钟 眼镜妹终于找到韦威 他疯狂按着电脑 但根本就停不下来 过度使用超能力的眼镜妹 头晕目眩 他恳求韦威让一切停下来 韦威根本不为所动 只有到20秒 地上竟然滴了三滴血 忽然凭空出现一只手 抓住了韦威的手 阿庞出现在韦威面前 还有留着闭嘴的小明 原来小明使用操控空间的超能力 把他俩传送到韦威的控制室 阿庞握住韦威的手 对他说 韦威瞬间眼神呆滞 双手放在电脑上 最后的几秒 轻手停掉了自己完美的计划 这就是阿庞最弱的超能力 心想之成 但前提是要摸住目标 等韦威回归神来 以为是一晚 眼镜妹开始开导韦威 其实韦威并并不想报仇 她只是太孤单了 希望引起别人的注意 更不愿意承认自己 会被这些血渣打败 阿庞对韦威说 你很聪明 却不是十全是美 韦威被激怒 她一拳打到了阿庞 直到班主任出现 闹剧终于结束了 班主任开始停点 学校被打砸的损资 一共168万泰铢 然而校长根本不关心钱 她只关心谁来当替罪羊 校长眼里 只有天才般的学生 才有存在的价值 她会不顾一切地保护他们 最后教导主任 承担了所有的责任 又遇打了胖妹 胖妹的老爹 来找教导主任算账 搞了这么大的事 威威竟然没有受到大的处罚 只是让她在天台 反思自己得过错 阿庞呢 给她送来吃的 面对阿庞的关心 威威终于被打动了 两人之间的借地终于被消除 两人将要联手 推翻需要的等级制度 他们能成功吗 本集一完 本集是天才般的第九和第十集 对了 说个重要的是 伯乐的频道 今天开通了粉丝会员功能 有能力的铁粉顶一顶 进来的前100名 都是元老欧 之后呢 会在视频里点名表扬 感谢对熊熊的支持 本集问题 你觉得阿庞 威威和小T 他们三个谁长得最帅呢 觉得阿庞帅得发三个一 觉得威威帅得发三个二 小T帅得发三个三 没想到 小明让东西消失的超能力 竟然计划成了瞬间移动 这跟阿庞的超能力配合起来 简直就是天下无敌 小明庞大瞬间移动过去 接下来就是看看们 怎么对付校长了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了 记得给伯乐长按点赞 还有关注和订阅 收藏和转发 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